我非常的支持 很欣赏 周易加油 个人能力除了专业能力之外 还有一个东西 我觉得就是情绪控制能力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作为一个领导者 你要懂得帮助别人 看到别人的优点 跟大家很好的相处 而不是一意孤行的 就是单枪匹马的作战 那个是坐标合伙人 而且目前为止 终止试炼的两位实习合伙人 他们述职的时候 都是特别做自己 表达自己情绪为主 基本上没有把数值 当做他们一个最主要的事情 杜华姐你在职场上 你觉得你是坚持做了自己 还是有一些圆融度在里面 我觉得在职场上的话 它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事情 它很多时候的话 我觉得还是需要去宽容度 包容度 所以你在做leader的时候 你不能把所有人都给 骂一顿或者说批评一顿 那你只能是说 在里面把每个人的散光点或优点 然后再表述出来 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苏西你觉得你自己 比如说做艺人来说 我的圆润度 主要体现在外形上 内在的这个 棱角是没有变的 还是比较坚持做自己的 对 你是可以去选择一种方式 让自己在某个阶段 适当妥协的是可以的 以前就觉得不行 稍微触发了我所谓的原则底线 或是说我对事情的标准 我就觉得不OK 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不OK 就是日子过着过着 就比较容易OK了 总而言之 希望他们两位 在这趟旅程都有所收获 四位素质已经结束了 我们可以来评价一下 他们每个人素质不同的风格 藏业 我是他的粉丝 这典型的 变被动为主动 化消极为积极 而且他一上去那句话 就很好 说我本来觉得 这是一个败者足足的事情 本来是带着这种小情绪的 但是越做越投入越开心 这种人就是一定会在 他的人生道路上 无论做任何的工作 永远是有转机 永远是能够去向着 那个更积极的结果去走的人 我非常的支持 很欣赏 周一加油 他把这个素质 做的一个对自己非常重要 而且没把它当做气氛 那么低的一个事情 当成了展示自己的舞台 其实是 好的 我晓得 他主打的就是 他的业绩能力非常之强 但是如果往合伙人的方向靠拢的话 可能考虑的就没有那么周全了 我觉得他是惯性思维 因为他自己是一个还蛮自信的人 业绩也蛮好的 我就觉得他比较适合单打独斗 但是不太适合作为一个合伙人的那种角色 我觉得他的格局和领导力的话 还是差一点 周一纯 就是刚刚大家觉得有点猛的一位 太猛了 首先他就是彻底做自己了 非常想要我需要得到哪一步 我觉得毫无疑问 他现在已经是在情绪当中了 可能周一纯觉得自己是 箭走偏锋地表达自己的个性 我觉得他这里面最可怕的是 体现出了强大的攻击性 你就是说自己就罢了 对吧 你夸自己随便夸也无所谓 他在攻击所有人 这个没有朋友了 对 就会让别人失去对你的信心 因为大家可能本来挺认可你的 但发现你在攻击我 那肯定大家就对你敬而远之了 而且他自己单方面取消了那个问答环节 他这种职场状态呢 我们叫关闭 就人在职场当中有两种状态 一种叫关闭 一种的打开 你很明显感觉争议在打开 他能够对外面产生吸收和互动 在关闭的时候 人是很容易产生冲突的 是 佳杰是最后一个数值的 基本上他这个已经不太像数值了 对 像体面的告别 对体面的告别 坦承一个走心的聊天 然后也表达了自己的那些对行业的看法 然后同时对自己之前的一些过错进行一个道歉 我看完佳杰我就会觉得情绪化其实不是问题 你的情绪只要是对的情绪就可以 可以